馬雞起飛 我不想跟他跑 我讀這麼多年書 我就為了弄大跑 小姐好 我要幹掉你 我肯定能秒他 換一種新的筆法 把你們兩個人調換一下崗位 開 森巴磕碰一下 那確實怕他損壞裝備 有點戰機 目標無路 好 我感覺這個飛機來了 他就是來轟炸我們家了 為我們的股貨而戰 再戲也說我為我爸媽而戰 真的進入情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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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草原的天氣說變就變 前一刻還是風和日曆 突然間就會下起傾盆大雨 凌厲的寒風伴隨著冰冷的雨滴 吹打在戰士們身上 猶如針扎一樣 我從小到大真的沒有經歷過如此惡劣的事情 我們幾個人用身體護著這個身管 然後抓著這雙牛 這個雨打在身上確實是挺痛的 因為我們養老雨會這麼打 而且當時穿著這身工具 就是穿著這身工具 他居然能打頭 而且打得我渾身一點都不剩 一點乾的地方都沒有 如此多變的惡劣天氣 對於官兵們的心理和身體 都是一次嚴酷的考驗 戰士們只能把防禦部接了又蓋 蓋了又接 一邊訓練 一邊等待著隨時下達的演習命令 退場 好 馬家俊 馬家俊畢業於大陵大學 去年9月剛剛入伍 在大家眼中 他講起話來頭頭是道 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人 我讀這麼多年書 我就為了裝戰嗎 我想幹更有價值的事情 那請問什麼是有價值的事情 總之就是我不想每天重複一樣的工作 日复一日 無聊到處 你既然選擇了當兵這個行業 那你就要有當兵的樣子 就要抵這種怕虎怕的一種事情 把你那個交信二字 給收起來 不然我當兵就是為了祖國多貢獻 我不是成年像機器人一樣 可以裝彈退彈 命令隨時下達 演習即將展開 在這個節骨眼上 二炮手馬家俊卻打了退堂鼓 這讓班長身為十分心驕 感覺就是相當於把我的思想 放在你的思想裡面去 這是我感覺是最難做的一項功 從兵做很多年了嘛 現在一些事也比較多 我覺得大陵人就每一年都想 做這些這個 就是我們班最領域的第一個班級 啥事熱情 這個是比較有壓力 全班隊 班長身為所在的連 是集團軍的標竿連隊 他所帶的高跑班 更是連理的排頭班 擔任班長三年來 身為第一次遇到 像馬家俊這樣難帶的兵 這個裝田鼠應該記得這個 我在下邊當私跑手 當游擊一塵 當班長的助手是吧 我給大家把這個東西擺到位 你知道多沉嗎 二十三穿一穿還長呢 還沒成熟呢 二十二就不敢了 過二十三我就相信我還能長 現在十八歲的 又提琴一直發育了 誰告訴你 我旁邊提琴它就不一樣 我就說這裝田手 你說我不能去裝袋 你們上哪打去 下次你們都上報的時候 我下邊我也啥也不敢 你這個單兵的 乾淨苦力活就出發了 就喊累了 這個就受不了 巴掌的刺激 受不了戰士的刺激 你不知道有一句話叫做這個 這個不合理的當作這個磨練 合理的當作鍛鍊我 但剛才受過醫護教育的人 他都知道 生日為人 當有狐狐之日 知道嗎 成年你老讓我裝泥蛋 為什麼用 馬家俊能言善變 班長身為知道 單靠說很難說服他 但演習迫在眉睫 如何快速扭轉馬家俊的思想 成了一道必須面對的難題 就在身為愁眉不展的時候 遠在幾十公里外的導彈陣地上 導彈班的兩名戰士 正吵得不可開交 不行了 平常是你啊 平常不是我啊 為啥是你啊 我還跟班長三年了 我也比我差 我還運作出來 那平常我運作我發生 我都會走了 那我就會啊 你運作我發生 你發生我也會 咋了 原來為了磨練戰鬥力 連隊臨時決定 讓新轉的士官 在這次演習中擔任班長 而李雲飛和蔣家豪 就是為了爭當班長 吵了起來 那咋的 就意思 我就不能去跟班長學學 弄弄 那說不定我還比你牛 我也練 我也練過 對吧 你練過我也練過 別吵了 既然你們想要比試比試 也可以 因為你們兩個 不在同等的這個崗位 那今天咱們就這個 換一種新的筆法 把你們兩個人 各自調換一下崗位 帶領本班 兩名號手 完成咱們這個實力設計的 這個最基本的操作 你們有沒有信心 有 210 是 210 3 210 2 210 3 你能这么自信 他的实力我一清二楚 我肯定能秒他 看你的战友这么有自信 你的心里边有多大把握 百分百把握 他运装可以说是 的确可能说在这方面 可能说稍微比我好 但是发色 但学了三年吧 我也不弱 我一定能干掉他 导弹班的比拼即将开始 而在炮兵阵地上 班长身为针对马家俊的 思想问题也有了一个计划 这天马家俊来到训练场 戴着手套进行操作 他想戴一个手套 可能也没有错 这训练也可以戴手套 也不是说不可以戴手 可能说这一块 我也没有刻意地去 我只能给他这个讲 我这个戴着手套 可能会延迟你这个数据 可能你拿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人家空手 而去看 马家俊的速度本来就不快 再加上戴着手套 速度明显慢了好多 但班长身为并没有批评他 而是亲自上前给他做示范 注意看 首先第一步还是把弹 轻压进去对吧 对 然后听到我的命令 说推弹 你马开始做动作 轻压 快放 取出一个空弹夹 你看我手上有油吗 脏不脏 脏不脏 那不是得了吗 一次退弹操作 马家俊要用四十多秒 而班长只用了三十秒就可以完成 这让马家俊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 有很大的差距 不光是技巧下来 还有一些我发现班长能走很多的捷径 比如说在流程上 班长会比我少很多流程 令人节约了时间 准备 好 看来 在履理组织的各项比武中 班长身为在多个岗位 都获得过专业第一的成绩 而这些荣誉的背后 是千锤百练的训练 他们理论超过盲户 而且战绩都是比较好 我心里边都行得高 我说不会是老兵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打好这个技术 如果说教理不练好这个推弹 真的我们真正地打完拔了之后 发生了故障 但怎么才能从自动机里面出来 难道你当他喊了出来吗 你出来他就能出来吗 把学校二宝也请你偷偷 对啊 休息间隙 班长身为还跟马家俊 讲起了连队的光荣历史 战场上 连队官兵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击落敌机16架 机伤10架 入不到一年的战事李昭才 在全班两死六伤的情况下 创造了我军历史上 一个人打响一门炮的光辉战绩 我手边的这门炮 是我连的千尹式创三五高炮 该门火炮具有良好的全天后作战能力 它容战量比较大 射速快 射程源等特点 它主要对减击机 轰炸机 闪降目标 武装直升机 巡洋导弹等目标 持持抗击 并具有良好的抗击效果 为什么叫你练二炮手 因为二炮手它很至关重要 因为你的脚下面 掌握了火炮的发射碳板 还有电气发按钮 所以说二炮手 我感觉比任何一个炮手 它就比较重要 你想呀 任何人都没有体会 踩下激发炮弹出去 如火龙般喷射的感觉 只有你能感受的 马家俊入伍以来 第一次参加演习 还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 班长身未知道 任何一个男子汉 都渴望感受炮弹激发的威力 马家俊也不例外 我看到一炮手和三炮手 他们之间的配合 感觉真的很影响 真的是一个班级应该有样 我没有融入大家 融入大家这个团体里边 感觉心里边还是有些愧疑 马家俊渴望实弹演习 导弹班的蒋家豪和李云飞 也渴望亲手发射导弹 为了唯一的一个班长的岗位 他俩决定互换车辆 互换岗位进行比拼 蒋家豪以前操作的 都是运输装填车 这一次他登上了导弹发射车 要和两名号手 一起进行导弹发射 他能顺利完成吗 随着天线的升旗 导弹的起数 蒋家豪能赢过李云飞吗 2分48秒 也不行啊 看看啊 等会儿啊 你来我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 作为不在本职岗位的话 我感觉这个水平还是可以的 那如果在实弹车辑中 他能够胜任吗 就目前的操作水平 感觉还有的地方 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训练 在以往的训练中 李云飞操作导弹发射车的 最快时间为2分25秒 虽然这次蒋家豪慢了20多秒 2分48秒 但李云飞已经意识到了 蒋家豪的实力 我挺好他的 他虽然说发射练了没这么久 但是他这个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怎么样 我感觉表现的还行吧 反正不能说非常好 但是我接触这个车比较新的 下一步还去多向班长 多向我这个成年兵 好好请教请教 领教领教 过过两刀 他说你输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输 我还是要略上他一筹的 准备 开始 接下来 李云飞将用运输装填车 进行实弹装填 很久没有练过实弹装填了 李云飞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只见捅弹从车上被吊起 悬在空中 却迟迟装不进去 我心里的感受 也挺为他捏把汗 因为我怕他一紧张 他会损坏里边的东西 他调不好 我怕他可能就是说 说大一点 怕他有点战机 说小一点 那确实怕他损坏装备 时间过去了四分钟 以前蒋家豪操作全部程序 只需四分半钟 看来李云飞这一次输定了 操纵掉一季掉实弹 掉到实弹就感觉心里就有点 不敢掉的感觉 就是生怕磕碰一下 导致不敢掉 就是掉的挺慢 或者多次放不下来的原因 平时训练时 驾驶员用的都是模拟弹 而这次换成了实弹 李云飞难免感到紧张 感觉很刀急 感觉还没放进去 那时候心里其实已经 都有点挺慌的感觉了 但是要压抑自己 不能慌 经过多次对位后 捅弹终于落在卡槽中 现场所有人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5分32秒 通过刚才的成绩 相对比的话 时间比较长 通过刚才这个实弹装连过程中 发现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人员分工不合理 总体看得比较忙乱 这跟你车长李云飞有很大的关系 希望你们下步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 克服掉这些困难 这会儿心情很沉重啊 看着 有点 没表现还好 你觉得这次你赢了吗 我觉得这次 不能说赢了吧 只能说 我的童年兵实力很强 如果用他的专业 来跟我的专业来媲美 我们两个都不分上下 如果用对方的专业 我融入发生那个专业 他融入运装这个专业 我相信 假以时日 我们俩的技术都会一样 好干才能碰撞出火花 实弹演练一触即发 到底谁担任了班长的职务 此刻已经并不重要 看到别人的长处 意识到自己的短处 才是比拼的最大收获 这一天 实弹演习的命令突然传来 所有人都奔向站位 投入紧急作战状态 演习一开始 炮班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随时注视着空情 等待着每一道作战指令 马家俊在二炮手的岗位上 期待着亲手打出第一发炮弹 你二炮手的脚要准备好 水瓶是瓶的吗水瓶 水瓶 一会的代言 西南方向动工标 动工标 我感觉这个飞机来了 它就是来轰炸我们家 我说这个在保卫我们家的 就为我们的祖父而战 再细说我为我爸妈而战 我要保护他们 当时我就想真的进入情境 马家俊和战友们 密切关注着敌机 等待着炮弹启发的那一刻 几分钟后战斗打响了 但是我发现这一个炮弹 发出去那么拿劲 然后看到了这个 打到天上那个拖把 我感觉那么长一条火龙 一踩电击把这直接就出去了 感觉真的是前手未有的阵法 看到炮弹出堂 马家俊终于明白了当兵的意义 这次演习 他和战友们 对敌机进行了精准打击 出色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 导弹阵地也是炮火齐名 目标补重 目标稳定 两栋两栋目标进入发射区 请就发射 发动 导弹起飞正常 导弹官兵们电磁对抗搜捕 锁定射击一系列操作 一气呵成 直接命中了目标 西阳西下 实弹演习圆满结束 这些年轻的脸庞 青春而自信 这源自长期训练 磨练出的精湛技艺 也源自一次次比拼中 锻造出的坚毅品格 面对未来 面对挑战 这些年轻的官兵 必将勇往直前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旷野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再试inek 最后绝点 开诺 明真的好